非农报告超预期 每股三大指数涨幅超过2% 下周每股会大涨吗 特斯拉下周有可能跌破100块吗 大家好 我是专录 欢迎来到今天的周总结栏目 首次观看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订阅 以便长期的收听我的内容 首先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的周线图 之前我们讲过 这个真线呢 它是百动类指标 如果在周线图上比较高的位置 比如超过80 向下转折都应该是卖点 之前如果你听过我们的培训 这里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这里应该是卖出呢 这一值太高超过80 甚至超过100 然后向下转折 你应该卖掉 在本周结束 我们的真线走平 既没有特别低 低过20 因为低过20 就是超慢 那你可以等到未来上穿20 来做超比的买点 而现在呢 你说它有没有上穿50呢 因为上穿50 也是一个不错的买入机会 但现在也没上穿50 所以目前的G线 在周线图上既不够低 也不够安全 真的很尴尬 你比如说像之前 有的位置 这一次只是涨了一周 前面跌了三周 然后又下跌 现在我们是跌了三周 横摆了两周 本周微微的弹了一点 所以这里还是很难做 那么如果你要问我 最佳的机会在哪里 就两个 要么你就跌深点 一口气 跌破20 重新回到20 该释放的卖方力量 都释放掉 第二种就是 要么你够强 快速的直接上穿50 我们也能期待 是不是能够有一波 相对强势的新年行情 甚至能突破这条周线的 下降趋势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直跟踪的黄金分割 根据黄金分割 来看标普500的日线图 高点大概是4100 低点是3491 而反弹之后的回调 在50%的位置 也就是3800点 整数关口附近 来回的震荡横摆 这里的蜡烛图 不是一次两次 而是多次通过影线 或者收盘碰到这里 受到了支撑 而反过来 上方的另外一个黄金分割位置 38.2% 也是作为短期的阻力 就在星期五 直接大阳线突破 那么很多人说 这样的话 下面该怎么看 往上看 做多 应该是下一个百分比 也就是3980位置 那么之前我们谈到的 这里的变盘点 1月4号 5号 也就验证了 而第二种情况 很多人比较悲观 觉得这个反弹 跟这里差不多 没什么力量 还得跌 估计可能继续 啪啪啪 直接再破50 甚至直接来到 回调的重要支撑 61.8% 也就是3725附近 总之 目前的美国股市 在指数上 很难做多和做空 往上的话 空间也不大 除了19.1% 这里还有平台区 在整个这一周 不管是特斯拉 还是微软 还是之前的苹果 都不断的受到 空方力量的统治 所以说呀 现在的市场 真的很难做 你如果没有把握 应该尽量多看 少动 不管是做多 还是做空 这是道指的日线图 六彩神龙指标 在昨天晚上 红柱上穿紫线 就是一个不错的走势 因为我们知道呢 六彩神龙的红柱 代表的是大资金 黄柱很多 黄柱代表的是油资 而上面的红利进出呢 也非常清楚 虽然前面这一段 涨完之后 出现了整个的白色带子 翻成了黄色带子 但是没有出现强势下跌趋势 而是相对的要比标普500和纳指抗跌 经过了横排之后 直接在带五一阳穿三线 也就是说前一天的收盘 第一过白黄绿三根线 而带五直接上穿这三条线 也就形成了经典的强势反弹 所以说道指的图表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强势反弹信号 而如果未来能够继续走强 例如像图中这个位置 经过大阳线 先是突破了带子 随后又出现了蓝色的反转信号 那么可能会走出新一波的上升趋势 毕竟道指一直在最近的几个月 撑着美国股市 而科技股一直是比较弱势的走势 好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很多人都在讲一件事 就已经靠近100块钱了 是不是就是最低点了呢 最近很多人都在发信息 老师是不是已经见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拜五的最低点已经到了101块8 而且拜五呢 直接收出了一个低开高走的长阳线 让很多人呢 充满了期望 那我一直跟很多人讲 在下降趋势 没有真正的底可以超到 我们应该把这个底部区间找到 做稳妥的右侧上升趋势 否则你拿少量资金来抄底 这都是非常投机的行为 而我们一直谈到一件事 首先呢 下降趋势没有底 而且成交量 如果一直是配合着股价下降 它居高不下的话 甚至不断的创新高的话 只能说明卖方力量太强了 这时候你很难让它稳健的止跌 所以昨天虽然是涨了 但昨天晚上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信号 昨天又创新低了 只要还能创新低 你说你觉得这股票是强还是弱呀 肯定还是弱呀 一个真正要走好的股票 是不是应该先连续一段时间 不创新低 例如连续两到三周 不创新低 然后成交量像上一次这个位置 它得先萎缩下来 甚至回到之前的正常水平 甚至可以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这时就说明 抛盘的力量没那么多了 卖空的人也没那么多了 才可能齐稳 否则整个华尔街 一堆大资金小资金大鱼小鱼乱七八糟都在卖空疯狂获利 不想结束这波卖空赚大钱的盛宴就凭咱们几个小小散户去买多 你真的觉得能够阻止这疯狂的下跌趋势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再次强调一下 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你可以测100 还有人测80 90 之前有很多人测过160 150 140 都没用吧 你测价格是没用的 你应该测那个样子 它走出什么样的走势 才可能是低点出现的信号 例如我一直说的三个信号 第一个股价只跌至少两周以上 就是你不能再创新低了 第二个成交量得萎缩下来一个正常水平 第三整个股市的基本面回暖 最近的三个月半年 特斯拉在同行业真的很好吗 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的走势呢 依然是比较弱的 即使在本周五收出阳线 靠近了上一次下跌的低点 也就是130左右 但是下面的六彩神龙 绿柱还是很多 红柱几乎没有 黄柱也不多 那这样的情况下 没什么太大的赚钱机会 而反推呢 我一直说一件事 如果苹果真的走好 必须突破这条 我们之前画过的重要的 强势的下降趋势线 否则的话 大家过早的乱乱抄底 都是属于比较激进的行为 或者是短线投机 你不能够使用很大的仓位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软的日线图 微软最近的一直是下跌的 尤其是本周通方资金 从卖空特斯拉再到苹果 现在又轮到了微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小型的科技股 早就没有什么空间去卖空了 特斯拉 麦达都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 比较抗跌的就剩苹果和微软了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年终盘点视频里讲过 整个2022年最抗跌的两个大型科技股 第一名苹果全年累计下跌27%点多 而微软是第二名 全年累计下跌29%点多 也就他俩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 特斯拉在被卖空之后 最近的两到三周 苹果和微软又在被卖空 那么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短线上在代五出现了一个垂头 而且这正好是触到了222块钱的强支撑 所以在关键位置出现垂头这样的看多蜡烛 就是一个短线不错的信号 那么短期如果向上看的话 有一个缺口的短期阻力 这就是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个缺口的价位区间 我们来看一下NV点 作为芯片股近期一直下跌 目前的这轮回调 已经调到了整个的上升的一半 甚至60%左右 那么出现了横摆 主要原因是这里有一定的技术位的支撑 而刚刚的周五呢 图表中出现了股价反弹 触到黄色带子的阻力 下面的六彩神龙呢 红柱超过紫线 所以目前还是一个反弹 即使呢黄柱也不少 红柱也超过紫线 但红利进出的带子 仍然是黄色带子 而这个上涨也不够强 我们说过要想够强 必须先破掉带子 也就是破掉黄线 比如像这个位置 我们之前的视频 有跟踪过的这个位置 随后你发现反转出现了浅蓝色信号 下面的红柱持续增加 而目前我们只是刚刚反弹 触到黄色带子 还没有穿过带子 穿过带子是激进型的反弹信号 而如果随后出现浅蓝色 才是反转信号 这目前还没有 来看一下波音的走势 波音呢 除了长线的黑马出势之外 我们能看到的大双底 走得非常漂亮 绝对的在近期是强者横强 那很多人呢 一直担心这股票中短期太高了 而且呢 从历史图表看 左边肯定有一些抛压和阻力 但是这就是股市 强者横强 大双底已经走出 经过了强势回调 什么叫强势回调呢 首先你的红利进出告诉你是白色的 向上的带子 那就是上升趋势 而它为什么强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每次回调 也就是刚刚跌破白线 进入白色带子 立即涨 掉进带子 立即涨 你看掉进带子 立即涨 包括最近这一次的五连涨 就是因为前面的四连涨之后 微微的掉进带子 再上来 我图中的箭头 锁势位置 它就是一个踏雪寻霉 你看这里就是一个踏雪寻霉 所以其实通过红利进出的完美的踏雪寻霉走势 加上下面的六彩神龙红柱不断的增加 这绝对是一个典型的强者横强 你做中短期很难出钱 而且这里的蜡烛走势也诠释了什么叫做小羊不断必有大羊 好我们来看一下美股的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呢 其实最近受香港股市以及香港股票的影响 香港股市呢 几乎就是给人一种熊转牛的历史机遇的感受 也确实如此 刚刚的这个礼拜已经重新站上了两万点关口 目前的阿里巴巴不断的回调上涨回调上涨踏雪寻霉 踏雪寻霉突破了下降趋势的反弹高点阻力 而下一个重要阻力应该是这个位置 大概在120块钱左右 通过红利进出的白色带子 我们确认中短期是上升趋势 120块钱这里一旦突破 可能这个大的历史底部就走出来了 这里呢下面的六彩神龙在最近的两个月 持续的红柱稳健的增加 代表大资金的持续流入 而绿柱的不断减少 也代表呢散户所占比例在减少 这是非常不错的走势 整体上呢该图表充满了机会与希望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 香港股市不可能一口气涨成大牛市 它肯定有回调 同样道理 我们的这个阿里巴巴跟香港的科技股都应该会出现 后续的一些回调啊震荡啊 再次走出更大的一个波浪 所以一定要在长线思维上要有一个新的体会 不要老盯着短线 来我们看一下奈飞的图表 奈飞呢其实是一个缓慢的爬坡式上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奈飞如果你连接重要的两个低点和高点 得到这条上升管道线 最近的两三个月每次碰到管道线上涨就会回调 包括最近一次非常靠近左边缺口上涨的阻力 330块但是还没有补这一次我看了一下最高是324但是我们最近又开始慢慢的去向上走就要去再一次挑战缺口上涨 330块钱左右甚至突破上管道线 而下面的六彩神龙在过去的半年多的时间里不断的出现了绿柱减少消失 红柱不断增加的底部吸筹形态 所以从长期来讲机会是大于风险的 这就是关于奈飞的走势 讲完了美国的一个个股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恒生指数不管是突破2万甚至挑战2万1包括下周可能还要挑战2万2000点也就是左边的横摆区的阻力位 这都非常正常原因是该图特别强 第一个从黄色的下降趋势到强势反弹再到趋势反转的浅蓝色信号再到回调踏雪寻霉 回调踏雪寻霉 之前有的人也听过我们的课程一直给你们讲回调不要立即决定趋势结束 为什么回调可能就是踏雪寻霉 踏雪寻霉 你看包括你最近连冲三天靠近了两万一可能就要调一调 可能再走一个踏雪寻霉 再去挑战两万二两万三都有可能 趋势没有问题 下面的六彩神龙也是没有问题 红柱持续增加 绿柱早已消失 就算两万两千点和两万三千点有阻力 这里也会调 但这里真的是最后的目标位吗 跟香港股市相关的相对不错的中概股 在美国最近的中短期就没有机会吗 很多人是不是也通过最近的中概股赚钱了呢 所以中短线的交易者最重要的是灵活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抓强势活跃上升趋势的股票 特斯拉不活跃吗 特斯拉太活跃了 但是它是下降趋势 是卖空的 我们要的是强势上升活跃 特斯拉呢 只有活跃 然后呢 弱势下降 这你最适合卖空啊 你过去两个月你卖空特斯拉 你不就发了吗 所以老说什么叫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股民做了很多年 可能根本都没明白什么叫顺势而为 通过新加坡海峡指数之前的两个重要位置 一个是我这里用白色方框标出的缺口区间 3305到3338 这个重要的阻力 同时还有前高 大概是3460点 也许在今年的上半年 我们有机会看到 第一个先把缺口补掉 第二个有可能随着银行股的持续强势 有可能我们来到前高 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个股上的表现一定是差距很大的 大家在新加坡本地市场一定要注意 在今年的几个比较黄金的月份 去如何根据自己的资金去决定哪些板块 哪些走势的股票适合你做一个投资组合的布局 才可能在2023年本地市场获得比较高效的收益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 继续看